《艺人黃新穎》有著亮眼的外星 也出演過不少電視劇 是家喻戶曉的女演員之一 不料他於2019年被爆出於許智安的《布倫戀情》 遭到全網罵翻重挫演藝事業 日前他在經歷《布倫風波》後 首度公開接受訪問 他也面對排山倒海的復評師曾陷入低潮 但透過學佛重獲內心的平靜 黃新穎也透露近年來將心思放在音樂創作 並透露自己在疫情期間發現了新的唱歌技巧 所有嘗試自己填詞 還透過線上的授課方式 完成了美國的音樂課程 黃新穎坦言曾說要回歸無線電視台 不過最終他選擇了離開 他也直言外界在難聽的評價他都聽過了 也明白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 即便曾因此對人全感到恐懼 但因為不想要家人再為自己難過 決定走出第一潮重新開始 獲得不少重視粉絲的支持 進行吧 字幕志愿者 因此為止 有授課 額